经常看视频的老铁都知道 家电打表意味着捡钱 但是今天这台手机要给咱们上一口 不是所有的家电打表都能捡钱 那今天这台手机还是一台8P 我们取下主板 这个主板以前有修过 那么咱们能够明显看到这边的电容 主供电上的电容都已经被抠掉了 OK那么我们直接上电看一下电流是什么情况 那么加上电直接是一个打表的状态 那么看到这种电流听到标标标的声音 就意味着这个手机要捡钱 那看到这里上家已经抠掉几个电容了 为什么没往下修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主板没那么简单 扶持非常的严重 OK那我们撕掉所有的贴纸 看一下下面这部分怎么样 那么撕掉下面的贴纸 看到下面腐蚀更为严重 好多个地方都已经腐蚀了 那我们在显微镜下面来看一个全局 NFC这个部分 严重腐蚀 包括这个下面的中频周边 还有这个指纹生压还有显示IC这个周围 腐蚀都非常的严重 像这种腐蚀非常严重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所有的芯片拆下来 处理底角 必须把电解质处理干净 那么我们拆下这个NFC 看到下面电解质非常的多 那么以往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很多都是加焊就可以了 对于加焊的那种情况都是腐蚀 非常的轻微的那种 小漏电的那种 我们可以选择加焊 那么我们取掉所有的芯片 然后摘掉损坏的电容 那刚刚也看到指纹生压的下面 火池是最为严重的 那么我们处理掉所有的电解质 再次上电 依然漏电 那么这个时候漏电就是第三端的BOS的生压 这个转换管发热 那么肯定是第三端基地 那么我们找到损坏的电容把它取掉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漏电了 我们装回所有的芯片 最开始看到这个电流 还以为是扣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的 结果没想到这个手机浸水腐蚀这么严重 我们处理完所有的问题 这个时候上电就不漏电了 那么咱们直接来开机做测试 开机正常的开机电流 同时也亮起了苹果 那么故障完美修复 看了这台手机 还认为打表那么简单吗 不是所有的打表都是那么好去挖